上一次上课的话基本上 昨天的部分大概就主要重点就是下载YouTube影片 然后呢我们有讲了几个练习题 方法就是再去下载那个ET Today 那ET Today部分的话 它可能那个网页上面会有比较不一样特殊的东西 比如说它的那个 它是放在Spam里面 那你可能要往上一层H3 H3里面也没有那个超连接 所以你要再往上一层 那变成说你要慢慢习惯 可能在那个网页上的标签 你要了解它的结构 然后我们主要是利用那个 Find O这个方法 那Find O的方法有点像你按那个 就是这个什么 比如说你这个连接检查之后 其实有点像什么 你在这个原始码里面做什么呢 其实就是做Ctrl加F CtrlF不是有个寻找 那你要在这个网页里面找什么 不要找一个什么 找一个DIV好了 那你就其实就在这边打DIV 那其实你会发现 Ctrl加F 这边也会出现告诉你说 这个网页里面 它总共有几个DIV 有没有看到 这边有DIV DIV总共出现了次数 有没有 这边有846个 那目前你的位置在第一个 那其实Find O的话意思就是说把这个846个帮你返回来 那所以你可以针对这个标签里面的东西再去爬就对了 所以我觉得这一招是还蛮简单的 而且尽量那个逻辑就是不复杂 就是我先找一个大框框 然后我在缩小范围 比如说我要某个DIV 那我就DIV后面有 比如说我们AT3还记得吧 先Find那个框框 然后我们再往里面找它的H3吧 我记得 H3 然后H3里面再去找什么 那你就一层一层的往里面爬 那你就可以爬到你要的东西 那当然这个方法不是唯一的 其实那个BuildSoup里面还有一个Slate Slate也可以 Slate其实跟Find O蛮像的 它只是说也是要给一个HTML表现跟CSS 给方法很多了 但是我觉得Find O蛮会比较好理解 OK所以方法很多 但是其实都能做到 那你就选一个 你觉得比较能够理解的方法就对了 OK 好那接下来的话 后面其实我们还有就是像台银外汇 把它输出成CSV 这个我想回去的话 尽量就多多练习吧 那同学当然也有回去 有找其他的网站 比如其他的外汇 那可能会有一些很难爬的东西 比如他里面有一些一定要run一遍 才会产生一个JavaScript JavaScript再去把资料捞过来 那可能 这个就变成说它一个防 也许就是防你去抓的一个机制 那所以呢 倒高一尺 你要磨高一照 那你要懂得怎么样 让它能够再去run一下 触发它 那最简单的你也许可以用六支漆里面 那个Selinear那个 或者我们书里面也有提到 书里面好像在第几章 第三章还是哪一章 也有Selinear 只是它写得非常简略 两三页就带完了 那我有讲到这些 也许后面有时间的话 也许我们可以演练一下Selinear 那Selinear必须要挂一个 就是Chrome浏览器的一个驱动程式 也要挂一个外挂 把那个滑鼠键盘的动作录下来 也就是说那个动作录下来 以后那个网页 就会模拟再帮你敲一遍 比如说你是点那个按钮 它东西才出来 那它就是可以 点的那个动作它去帮你 比如说你执行程式的时候 它会先点那个动作 你后面再去把它爬下来 就OK了 所以你可以 很多只要抓不到的 其实Selinear应该就可以 做到蛮多的 OK 所以这个 照片是辨识的 那个 这个 所以就是倒高一时 要磨高一丈 当然你已经解决第一个问题 你就要再解决第二个问题 就是影像辨识的问题 那个的话 因为那个 技术的含量已经非常高了 因为已经大Google了 Google算是大魔王了 所以如果Google那一关 你也可以过得了的话 哇不得了了 那以后应该没有难不倒你的事情了 你看多好工程师每天都在做这些 你背后那个东西 至少就几千人在写那东西 你一个人要能够比得上几千人 你可以把它破解掉的话 哇那不得了了 这东西价值无法估算 对 OK 所以 好 那后面的话呢 我们就是再来看那个 这个这个 证照考试题 602 跟604 702 那今天的话呢 我们再接着来看那个 704 那704这一题的话就是用集合 集合的话呢 其实就是set啦 那set跟那个list 串列最大的不一样 主要有两个地方不一样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他这边要算出什么 他的长度 最大值最小值跟转合 那如果说以这一题来看 这边有这些数字 最后是-999 跳离的话 那如果我今天呢 之前我们的写法 如果假设是用set的写法的话 他的差别就是说呢 我们如果假设 我先用那个就是串列是中瓜糊 新增资料是用append 如果是这个的话 你会发现 他跟set的最大不一样是 我如果输入资料 他如果重复的资料 假设我又输入一个什么 30-23好了 enter 然后34 enter 变成6个7个8个 然后再29好了 重复 然后呢 最后-999跳离 那我等于是输入9个资料 enter 应该-99少一个9 来10个 等于是说有重复的 他不会帮你把它去掉 但是如果今天呢 我把它改一下 改成set 这一题应该是要用 那个set set怎么改 两个地方改就可以 第一个 就是说呢 你要把中瓜糊怎么样 改成set的小瓜糊 这样子的话呢 就变成set了 OK 就是这样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append的 把它改另外一个方法 叫add 你就不能用append哦 OK 就用add 那这样子的结果有什么差别呢 就是说呢 如果当你有放进重复资料的话 他就会帮你剔除掉 也就是不允许重复资料 我们来试一下 OK 这个改这两行而已哦 所以特别注意哦 串列跟set有什么路一样 就这两个地方 那一样我把刚刚的资料输入 然后呢 最后一样输入23 重复了 也输入6个对 重复了他会被加进 应该有7个 然后29 8个 3个4 9个 最后结束好了 理论上应该9个 可是实际上有3个重复哦 enter之后你会发现哦 他的legs 有没有 还是6个 也就是下面这3个哦 他不会被add进去 等于是就直接就离开了 OK 所以set的话呢 可以用在蛮多地方上面的 只要你不希望有重复资料的话 那就可以用set 例如就是 像Excel里面的遗图重复啦 OK 所以你可以什么 读取一个清单 放在set里面之后 就会得到的是不重复的清单 OK 所以其实这个有点像是那个什么 移除重复功能 有没有 你可以用那个 Excel里面 类比哦 另外也可以思考一下 如果我要写一个像我之前跟各位讲那个 大乐透开讲模拟的程式的话 6个号码加一个特别号 然后规则是变数 乱数是1到49 所以你可以用random有没有 产生7个号码 7个号码 然后呢 放在哪里呢 记得就放在set里面 也就是如果他run完之后 像我的软完之后呢 如果他的长度不是7的话 那表示有重复了 有重复怎么办 把它return回去 所以用while email号就好 直到什么 他的长度为7 就是意思说 就都没有重复的 再print出来 诶 应该会写吧 所以这程式啊 特别水哦 都练功哦 也就如果讲出来 你可以把它写出来 那表示呢 你是ok的 ok 所以这个也许给各位当一个作业啦 ok 然后 记得真的要回去写哦 不是说想想就好了 应该懂我的意思吧 规则就是 1到49号产生7个号码 前6个是 就是开奖号码 第7个是特别号 ok 然后请你用set的方式 把它 得到结果输出 那就是让它怎么样 while email号 去产生 产生之后 看看长度是不是6 不 应该是7啦 是不是7 如果不是7 就是重新跑一下回圈 直到它为7之后 再print出来 答案就ok了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啦 或者是其他逻辑都没关系 我的逻辑是这样子 ok 704部分 那待会的话呢 这一题 请各位练习看看 然后 用set的方法输出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 那这一题讲完之后的话呢 待会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个第8类的部分 给第8类的话 我们待会再来看 那个第8类的 那个 这个802 那不过这个的话呢 就是这个所谓的资源对应 这个资源对应 会需要了解 也叫做ASKIKO内码 这ASKIKO内码的话 基本上 它有一个ASKIKO的 那个对照表啦 其实你们 只要在Google上面输入什么 输入A-S-C-I-I 这个关键字 其实就可以得到 那个ASKIKO内码的对应表 这个是美国最早在 我建议是搜寻那个图片好了 图片里面找 我习惯找第三个吧 这个有彩色的一个 红色的一个 然后就有个对照 像是小写 就是数字的话 480到9的话是57 另外的话呢 这个65到90是大写 然后小写的话是97到122 其他的话就是一些相关的符号 那之前我们还有什么 讲到那个10LF CRLF有没有 1317就换航有没有 CRLF 这个Return Return一个那个换航的动作 OK 那这个部分的话 请各位就是如果做完那个704的话 可以再看一下那个就是8 第八类的 802 802 802的话他这一题主要要我们做什么 就是 显示次串的每一个字元的ASCII code内码表 OK就把他的内码位置抓出来 然后呢 因为内码就会有个数字 把那个数字的总和输出 所以即使就是 所以你输出 假如你输出一个Kindon Kindon那你要找K K的位置在哪里 所以按照ASCII code内码表的K K的位置是七数 所以他的数字就七数 I I是小写 I的话是105 也就是把这些ASCII code的位置的数字 把它怎么样 全部加中起来做输出 OK 应该理论上我应该是 加起来之后 所以答案是713 有没有 75 105 等等等等 可是问题要怎么样 去把一个字 所以特别注意 你必须把一个字串 拆开来一个一个读 一个一个分开来 分开来之后的话 用函数 特别之后就是 如何抓取 那个ASCII code内码的函数 那个函数的话 我看这边有没有提示 他如果没有提示的话 理论上我们可以用这个 他有一个函数叫ORD ORD的话 就可以得到那个ORD OK ORD 其实如果以ECL来看的话 其实ECL 比如说我今天假设输入一个K 那如果我今天在ECL里面 需要知道它的ARCII code内码的话 其实你也可以用那个函数里面 不知道各位知道函数里面有文字 有没有 文字里面有一个叫什么 ASF 应该是 Charge 应该是什么 Core 这边有一个Core 有没有 Core的话呢 就是什么 四串的那个字码 它的内码的位置 Core 按确定 那比如说我TEST给它K 对不对 它回来就是75了 有没有 OK 如果 另外 如果要把75再变成K的话 另外它还有一个文字里面有个叫什么 Char 有没有 CHAR这个 然后呢你就给它LUMBER 75 它又变回K了 有没有看懂这意思 OK 所以其实以ECL里面就可以办到啦 只是说呢 名声不同 在ECL里面呢 它叫做Core 那转回来叫Char OK 那那个 那个Python里面叫Ord OK 名声不同 其实就类似一样的作用 OK 那请各位试试看好了 那怎么样 把这个东西逐一的抓出来 然后呢 再一个一个把它加总输出 请各位试试看 704 我看起来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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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